我覺得古著代入在這個時裝潮流中 是有它的trend 如果說到受歡迎的 其實一般來說工裝 我們自己的店舖比較特別 一些髮色的古著 像這些紅衣服 這些都是法國的工裝 現在很多不同的店舖 像日本、韓國或其他地方 他們都開始多人接觸了這種髮色的古著 古著跟二手衣服最大的分別是 古著未必一定是二手衣服 因為我們很多時候就是古著 被稱為Desktock 可能是以前流下來的 但都是全身的 我們都叫它古著 其實二手衣服很多時候 就未必一定是古著 例如你去H&M 或者你穿完這件衣服 你放出來就是二手衣服 當中有很多特別的細節 或是布料 亦都對於我們現代的設計 或現代的造衣服 可能有很多參考的價值 那個年代很多時候 因為他們不是 mass production 他們很多時候的衣服 都是 made to last 即是他們的衣服 做出來不是讓你穿一季半季 所以他們很多細節 或者很多用料上 或者他們那些五金 即是那些buttons 他們都很 pay attention to detail 他們一套樓 可能有一個帽 他們可能用幾年 甚至十年八年 所以他們會擺很多時間 擺很多東西 去做一件最好的衣服 跟現在不同 可能你做一件衣服 可能只穿一季 所以以前的樓扣 或者細緻 甚至那些 pocket detail 或者stitching 他們是會仔細很多的 其實我們選擇貨的盡質 都代表到我們眼光 每一件貨 我們自己都親手選 其實我們自己都認得 其實我們每一件 除了我們看它的年代性 設計 細節之外 我們都不介意選擇 一些很難的 或者很卑定的衣服 其實我覺得反而是 更加令到那件衣服 更加有character 更加多一模擬 我們經常說 顧著是不一定完美的 可能有瑕疵 但是瑕疵 可能是最有趣的 如果有趣的話 可能就是 這一件 其實這一件 就是以前 是日本的 souvenir jacket 為什麼叫 souvenir jacket 就是以前是 50年代 就是打完二戰 很多士兵可能 有時候回去國家 要買 souvenir 日本人做了很多裁縫 做了很多 souvenir jacket 就給他們做個手信 帶回去自己家人 這件就是寫著 souverneal of Hong Kong 其實都很少 我都可能見過一件本件 一般就是只有 souverneal of Japan 或souverneal of Korea souverneal of Hong Kong 就比較特別少少 這件就